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平常的职业是一名主播 我每天最大的特点就是早上起床非常的困难 而且我还要抽时间打理我的头发 还要看一下稿子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款发型 可以让我快速出镜轻松打理呢 我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多赖十分钟的床 大家好 我Danny就今天帮我YuYu再改变一个意打理的发型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情况 它的头型是比较圆一点 但是它的发质就比较柔软一点 所以我觉得太长的发型就不是太适合它 我觉得它的头发应应该是收回短一点 剪回一点重新一点的层次 令到它旁边增加它的厚度 但是当它剪短了这个层次之后 它的头发就没有弯了 所以稍后我会做一个热烫的方法 去触碰它的发尾 以及触碰一些方向性的软纹 让它之后可以更加容易打理 还有让它更加的火性更加自然 今天我会帮它剪一个凌营的层次 为什么它会剪一个凌营的层次呢 因为凌营的层次可以保留中间这个位置的厚度 又可以拉长的层次 所以这个凌营层次是可以给一些中长度的发型 可以试试的 首先我就是要让这个头顶位逢松的时候 我就要用这个点做起点 由这个起点到这个异点 我们首先分了前后区 异点 分了后面的区域的时候 我们就会由中间开始去拿起这个发片 首先就在中间拿个发片 然后提升 大约是剪5至6公分左右 为什么我这样剪呢 是因为我不想在这么薄的头发的情况下 再打薄得太多 所以我剪的轮廓线的时候 一开始已经是设定一些大的压叉 大的尖位 等它的层次的时候 在一个轮廓线 我已经是剪定一些尖的发尾 所以等它跌下来的时候 不需要做太多的打薄的动作 我们就沿着这个中心点 去放射线去提升 提升这些旁边的头发 令它可以做一个 零形的立体的同样 而这边也是把另一个放射线 以中间为一个基础 我们在下面那一层 要收回零形的角位 尽量保持中间的厚度 保持长度 我剪了这个层次 用层次去决定它的长度 还可以做到长头发这个堆积的效果 用层次质物准备 有点新闻 有点资格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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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你看到髮尾可以做到尖尖的效果 現在到旁邊的層次位 我也是要分到旁邊 去到頭頂的最高點 用中間的這個點去做一個起點 我的天啊 真的 你那個 現在到右邊了 依照中間的基礎線 轉了這個零形下半部的三角線之後 我現在就要做一個頂部的另一個反曲線的層次 令到堆積更加明顯 怎樣剪呢? 我們首先要在中間這個位置 這個中心點 用一個放射狀的方向 剪一個頭頂的反曲線層次 這個圓最高位置做一個中間線 因為我要堆積就要在這個位置 做一個反曲線層次 可以看到堆積就在這個位置 為了一個反曲線層次 可以增加頭頂這個位置的縫鬆感 可以看到左右兩邊對不對稱 因為提拉層次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左右手的分別 然後剪回前面頭頂的層次 我們都以放射狀 放在頭頂的位置 都是以中心為原則 用這條做開始線 剪完其餘的部分 然後剪接頭頂的部分 看看兩邊對不對稱 然後剪接頭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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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剪接頭頂的部分 後面就能夠收縮輪廓 剪接頭頂的部分 就是剪接頭頂的部分 剪完樓海的部分 我們就要去修飾旁邊的線條 我們就要切開旁邊 然後拉向前 找回你剪樓海的長度 大致上圓圓就在這邊 剪到這邊也是 拿回前面的部分 修飾旁邊延續下去 剪到最後 我們再看看它的底線 有沒有刺叉痴的呢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要慢慢把它收剪 和它剪到這個 它的凌形的重點在哪裡 所以稍後 我就要跟它做一個定位的熱烤 令到它中間的層次 就可以比較蓬鬆 可以做到一些比較容易打你的髮型 然後再用刺到這個 然後再用刺激的部分 然後再用刺激的部分 底部不會變光,所以塗上的部分會比較細小 主要是捲在髮尾上,中間的部分會比較蓬鬆 所以塗藥水也會塗進一點 另外就是頭頂,頭頂也會比較蓬鬆 所以塗的部分也會塗得比較潔 現在我們先做一個分布 白尾曾經電過,所以可以暫時塗水 底部不需要塗得太貼,先塗中間的部分 就開始一次,寬部不順暗麥 雪糕,再補水,封筋和風吹 絲絲圓 做水瓶骨劑均.? 大熱泥那麼均勻 厚大的風吹 吐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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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個髮尾就不會捲得太入 髮根的部分我盡量都不會捲得太軟 所以我捲就主要大概捲三分之二左右 還有在拉扯和捲的情況之下 我們首先要將頭髮兩邊拉 為什麼要兩邊拉呢 因為頭髮多數都是兩邊放的 所以我們捲的軟紋盡量都是拉向兩邊去捲 最重要是注意兩邊對情的深方向 一定要拼合對情的 如果沒變出來兩邊的軟就不一樣 然後我留空頂部 我頂部稍後再用其他深去捲起來鬆鬆 我們先分開中部的頭髮 到中部頭髮我主要是髮身 髮根的部分會比較鬆一點 所以稍後捲的方法有少少不同 所以我們要針對就是髮根和髮身鬆的位置 還有長頭髮一般都是向兩邊撥向前 所以我們都要輕微少少斜斜地向前捲 我們用來把手指調整成這樣 然後把手指調整成這樣 讓我們留在一起 如果我們要把手指調整和髮根都可以蒙住 要補充它比較足夠的時間 如果你們有空的話 最好用風筒 吹乾它 吹凍一下它 才用這隻定型雞 我們現在做完所有的 就用這隻定型雞了 剛剛好就墊到目標的端 待會我會跟它造型 我會試試梳這邊 因為梳這邊 它的髮根的位置 自然會比較蓬鬆 我們試試轉這個方向 看看它的臉型會否拉長一點 然後再把髮型吹乾 當我們把髮型吹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髮型吹在髮尾上 以我的做法 電池真的可以令中間這個位置比較蓬鬆 但是髮型又不會太短 梳了過來這個反方向的時候 它頭頂這個位置 就很自然地會蓬鬆了一點 也不用再刻意點去吹鬆它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的頭髮已經做完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適合我呢 它也是非常地好打理 我以後每天早晨再也不會因為頭髮 而早起十分鐘了 如果你想了解我的剪髮過程 和更多的美髮教程 請關注 到 ajoolangle.com